版权声明 语音之家所有课程均受法律保护 不允许录像及传播录像 一经发现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和赔偿经济损失 大家好 本节课我们学习开对语音识别理论与时间课程第五节课 我是本节课的讲师杜文强 前面的课程我们讲了开对的安装 并带领大家跑通了整个流程 然后分析了数据处理 特征提取部分的代码内容 本节课我们以训练mono模型为例 也就是训练单因素模型 分析训练的流程 并对训练过程中产生的文件进行分析 右图是整个语音识别训练流程中 GMM训练部分 总共有五个大模块 共分为十小步 大致的流程是先训练一个高四模型 使用这个高四模型 对训练数据进行对齐 然后使用对齐后的数据 再训练一个高四模型 比如最开始 我们先训练一个单因素模型 使用单因素模型 对训练数据进行对齐 然后基于这些对齐数据 我们再训练一个三因素模型 然后再使用三因素模型 对训练数据进行对齐 然后再使用LDA等算法 重估GMM模型 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对齐 总的来说 模型训练的越好 对齐信息对的越准 越可以为后面神经网络训练 提供好的对齐标签 整个GMM训练的五个模块 思想都是一样的 甚至对齐的代码 大部分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本节课 我们只选择训练单因素模型的代码 以及对齐代码 做简单的讲解 三因素模型的训练 以及后面的代码讲解 我们会在课后准备一个文档 对这些代码做详细的注释 方便大家理解 有些代码的注释网上也可以搜得到 而且写得很详细 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 我们看一下单因素模型是怎么训练的 是调用Step文件夹下训练TrainModal的脚板 并赋予了一些参数 我们看一下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首先第一个是Bose的Silence 它的复制是1.25 这个是静音音速的权重设置 一般不用改变 这个NJ是10 意思就是使用10个线程进行训练 而且这里存在一个小的知识点 不注意的话可能会出现错误 就是你的Job数要小于你的训练级的Speaker的数量 比如你的训练级里面只有10个人 那你的这个Job数最大只能设置为10个人 因为Cady会根据预先设计好的Job数 按照人来分配任务 比如分10个Job有20个人 那么就是每个Job分两个人 如果人的数量小于Job数 那么就会报错 在当前训练任务下 可以设置更大的Job数 但是当我们解码的时候 30小时的测试机中 Speaker的数量只有10个人 所以在后面的解码的时候 Job数最大只能设置为10个 下面这个Run.Port 这个意思是在本机跑 实际上Cady是支持单机单卡 单机多卡 和多机多卡并行跑 但是需要安装一些其他的配置 目前大家还处于入门的阶段 所以可以先不用考虑 按照默认的就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输入和输出 首先输入有两个 一个是MFCC特征 一个是Long文件 然后它的输出 写入到了EXP文件夹下的一个Mono文件夹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训练单因素模型的训练流程 首先训练一个模型 首先要有一个骑士模型 然后在它的基础上再慢慢的迭代训练 所以Cady就交用了这个命令 来初始化模型 随机出来一个GMM模型 其实这也不是真正的随机 而是使用了训练机中部分特征来初始化模型 这个GMM模型里面 有高斯的参数 比如像均值、方差 也有以马尔克夫模型的转移矩阵 下一步是制作Graph 这个Graph就是一个图 做这个图的输入有好几个 有上一步初始化的模型 栏文件中的L.FST 还有词表 以及训练集中的标注文版 生成的结果是一个从句子 到音速级别的FST的压缩包 这个FST 是训练集中每一个音频 对应的文本标签生成的 一个文本标签 生成一个FST 前面两步我们初始化了模型 也做好了FST 如何使用我们提取好的特征 与制作的图对应起来 这就需要第三步 使用均匀对齐这个命令 PPT里面写的是等对齐 其实是一个意思 FST是把标签文件的句子 细化到词 到字 再到拼音 最后到音速 最最后是到 以马尔克夫模型中的状态 右图为了方便理解 只细化到了音速级别 比如一个词 像是中国 拆解成中和国 然后再拆解成拼音 中和国 每一个字 有两个音速 一共就是四个音速 上面的黄色部分 一个黄色竖条 代表一帧特征 MFCC特征 是按照帧级别提取的 一帧对应一个13维度的 MFCC特征 后面的训练神经网络 使用的是FBank 是对应的是40维的特征 这个维度其实也不是固定的 而是一个经验值 在端到端训练中 也有人使用60维度 或者80维度的MFCC特征 进行训练神经网络 所谓的均匀对齐 就是假如现在有四个音速 然后有100帧特征 那么这100帧特征 除以4 就是每个音速分到了25帧特征 这就是均匀对齐 每个音速分到的特征 有25帧 那么是不是可以使用这25帧特征 统计它们的均值和方差 有了均值和方差 组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高速模型了 后面我们也会训练三音速模型 所谓的三音速 是考虑了协同发音 比如图中的国字的发音 我们还要考虑中字的发音 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 本来音速只有200多个 那么分类也就200多个 即使细化到每个音速 分为三类 也就600多个类 如果考虑到前后的协同发音 那就是一个200 乘以200 再乘以200的 这个分类就比较多 需要非常庞大的音频数据 去你和这些类别 无论从时间成本 还是经济成本上算 都有些不切实际 所以会使用决策数据类 将一些相近发音的音速 聚合在一起 归为一类 然后集中训练 在均匀对齐后 我们就需要对模型进行重估了 初始化模型 是从部分训练集中 随机出来的几句话做的 现在我们已经统计了 全部数据的特征 以及通过均匀对齐 每根特征对应的状态 以及每个状态的跳转概率 基于这些信息 我们对模型进行重估 下一步 我们就是用重估后的模型 对齐数据 此时我们使用的就不是均匀对齐的方式 而是使用重估模型后的统计量 集合我们前面做的FST 生成新的对齐信息 这个过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一个模型 对信念级的解码过程 把每帧数据 对应的特征 放到每个因素 或者每个状态 对应的GMM里 算概率 实际计算的时候 是算到每个状态 对应的后焰概率 输入到GMM中 计算后焰 概率最大的那个因素 就是这一帧 对应的因素 我们前面均匀对齐的时候 每个因素 对应的是25帧 经过重新对齐后 可能是第一个因素 对应了20帧 第二个因素 对应了30帧 基于这些对齐信息 我们统计计算 每一个因素的 跳转的次数 占全部跳转次数的比例 这样就可以重复 我们HMM网络中 每一个状态 对应的跳转概率 我们更新这些状态转移概率 和每帧的对齐信息后 又可以重新估计 我们的GMM模型 就这样反复的重复模型 生成新的对齐信息 统计转移概率 然后再更新模型 具体这样反复多少次 我们可以自行设定 默认的是40次 我们看一下跑完代码后 生成了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模型 还有一个以OCCS结尾的模型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是一个全局统计量 统计每一个因素 或者说是每一个因素 对应的几个状态的信息 Align 是训练数据的对齐信息 每迭代一次模型 对齐信息就会更新一次 FST是网格信息 训练其中每一条语音 对应的文本信息 会从句子到词到字到音素 再到状态的信息 都会写入到这个FST里面 Tree是角色数 是将发音类似的一些因素 聚集成一类 方便计算 Log就是训练过程中 产生的一些信息 写入到里面 如果训练过程中 出现一些问题 一般在相应的Log中 也能查到错误的位置和原因 我们看一下训练好的 顺序模型是什么样的 这些模型不能直接打开看 但是可以使用 开启自带的命令 这个gmmcopy这个命令 直接打印出模型的内容 这个binary等于false 意思是指 以文本的格式 打印出模型内容 左边第一列表示的是行数 我们先看一下 1到23行 这个好像有点熟悉 其实就是前面 我们说到的TOP图 也就是HMM模型的结构 我们前面有介绍过 从第7行到第10行 是因素ID为2到218的 里马尔克夫模型 其状态有三个 从第16行到第21行 是因素ID唯一的 也就是静音因素的 里马尔克夫模型 其状态一共有5个 最后一行 也就是第24行 这个656 就是决策数最类的格数 一共分为656个 我们前面说到 因素总共才有218个 那么为什么可以 具为656个类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继续看模型 后面的内容 第一列还是行数 第二列我们看到 结尾是218 这个218 刚好跟我们的因素个数 是一样的 每一个数字 代表的是我们的封ID 也就是每个因素的编号 第三列我们看一下 从第25行到第29行 是01234 有5个 从第30行到第32行 是012 从第33行到第35行 也是012 这刚好跟我们前面说到的 在因马尔克夫模型中 静音的因素有5个状态 而非静音的因素 有3个状态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这一列表示的是 每一个因素 对应的因马尔克夫模型中的 三个状态 第四列 去掉开始和结束的行 总共是656行 刚好跟决策数的 居类的个数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说明 可能每一行表示的 都是一个类 从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认为 我们一共有218个因素 去除静音因素 比其他因素 多了两个状态之外 其余的都是三个状态 那么 217乘以3 加上一个静音因素是5 那刚好等于656 这就是我们决策数的 居类个数 可以认为 单因素模型中 是把每一个 因马尔克夫模型中的 每一个状态 作为一个单独的类 来训练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为后面的内容比较大 所以我就没有截图出来 大家可以自行打开看 但是我把主要的类 写了出来 第682到第684行 也就是红色的框框里面的内容 是一个probability 这里存储的是每一个类的 后掩盖率 接下来 说的是dimension是39 这个39刚好是我们输入的特征 MFCC特征的三倍 这是因为输入的特征 做了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 加上原来的特征 就刚好是39为 这个numberpdf 是656 意思是这个模型中 总共有656类 每一个类都会对应一个 混合高斯模型 下面就是对656个 混合高斯模型的描述 大家应该学过 一个高斯模型的描述 只需要均值和方差即可 如果是一个混合高斯的话 那么是有多个高斯 组合在一起 就是需要每一个高斯 在混合高斯中的权重 比如上头中 它的weight有两个 那么就说明描述这个因素的概率的混合高斯 是由两个单高斯组成的 各自的权重分别是0.39和0.61 均值有39列 一个高斯对应一个39维度的均值 两个高斯就有两个均值 同样的方差也是这样 这里还有一个 以G开头的cos 这是一个超参 也是一个高斯对应一个 右边的公式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超参 我们的课程是尽量少出现一些复杂的公式和理论 但是这个超参确实是跟公式的相关性比较大 所以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从最上面的公式也可以看得出 这是一个标准的关于x的混合高斯模型 w是权重 后面是一个标准的高斯模型 然后将公式展开 公式展开后 我们两边加log 把与x无关的相取出来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超参 因为无论x怎么变化 它的值都不变 所以我们可以预先计算好 这样在后面算概率的时候 就可以减少计算量 提升计算速度 看完训练好的模型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final.occs这个文件 同样的是二地址文件 也不能直接打开 使用show transition这个命令 将模型改写成文本格式 从命令上看 这是有关于transition相关的命令 直接解释transition比较复杂 也确实难以理解 但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是对每个HMM网络的描述 比如图中的是silence的相关信息 前面我们说过 silence有5个HMM状态 右图是画出来的静音因素的 eMarkov模型 图中的transition stat有5个 说明每一个transition stat 是对每一个HMM的状态描述 我们先看第一个stat 对应的是1234 从第二行的最后我们看到 是self loop 也就是自怀 从第三行的最后看 是从0到1 意思是0到2和0到3 然后我们看右图是关于静音因素的 第一个stat的跳转 分别是从0到0 0到1 0到2 以及0到3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stat 对应的transition id 是5678 跳转的是从次环 然后1到2 1到3 1到4 依次类推 这个count of pdf 从字面意思是一个统计量 就是统计这个pdf 或者说这条transition id 对应的边总共出现过多少次 前面这个p表示的是概率 前面关于模型的拆解 尤其是transition相关的知识点 确实有点复杂 也不太好说清楚 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个大概 不需要全部明白 我们讲的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可能比较浅 也可能一定程度上说 有点不完全准确 前面的内容只是对模型加深一下理解 对我们后面的实践应用暂时影响不大 即使不了解 也不影响后面的工作 接下来的内容 我们讲一下如何利用这些训练得到的信息 比如我们怎么知道一段音频对应的信息 假如有一段音频 总共有5个字 它的长度是6秒 如何知道每一个字在音频中的对应位置 学习下面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继续看单因素的训练 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文件 以Align开头的是对齐信息 里面是我们的训练集中的文本标签 对应的音频的位置 比如第5到第30帧 对应的是一个字 第35帧到第60帧 对应的是一个字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调用的命令是Align to Phone这个命令 从这个命令上看 我们可以知道 里面是每个风的对齐信息 我们使用Align to Phone这个命令 然后加入这个Proframe 目的是统计每帧 对应的因素 因为我们提特征是按帧级别提取的 每一帧有13维的特征 然后训练的时候也是一帧 一帧的训练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 也是每一帧对应的结果 图中每一个数字代表着一帧 这个数字代表的是因素的ID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因素的ID 映射到因素 因为第一列是文件名 所以我们将第二列 其后面的数字 使用这个命令 将它们映射为因素 这样就得到了每一帧特征 对应的因素 然后我们使用CADY的命令 不仅可以看到每一帧 对应的因素 我们还可以统计每一个因素 它持续的时间是多长 我们还是继续调用 Align to Phone这个命令 然后加入这个参数 就可以统计每一个因素 对应的时长 右图是我们每一个因素 持续的时间点 还有时长 第一列是文件名 第二列这个1 可以暂时不用管 第三列是因素在整条音频中的开始的位置 第四列是因素发音的持续时长 第五列是当前时刻对应的因素 我们还是以A02-000为例 查看一下这条音频对应的对齐信息 我们从右图中可以看到 第一个因素是静音因素 第二个因素和第三个因素 对应的是一个绿这个字 它的开始时间是0.87这一时刻 它的发音持续时间是0.1加上0.2 总共持续时间是0.3秒 我们可以使用音频播放软件 播放这条音频 可以大致看一下对的准不准 因为是单因素训练模型 可能对的不太准 我们后面还会持续的反复训练模型 目标就是让对齐信息对的越来越准 我们看一下FST这个文件 FST里面的内容比较复杂 可以使用FSTCopy这个命令 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里面存储的是每一条句子 对应的FST网络 我们前面提到 音频的标签文件是一个句子 然后我们通过词表 将句子分为词或者字 然后通过发音词点 将词或者字映射到音速 然后我们通过HMM网络 将音速再映射到为状态 FST里面存储的 可以理解为这些映射关系 以及跳转关系 这个大家后面可以深入地学习 目前了解一下即可 关于决策数 我们可以使用TrayInfo这个命令 查看Tray里面的信息 里面一共有三行信息 第一行是NumberPDF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类 一共分了656个类 第二行是ContextWidth之一 单因素模型不考虑强强因素 所以为1 如果是三因素模型 它的ContextWidth应该是3 下面是CentralPosition等于0 表示的是角色数的位置是0 如果是三因素 当前因为作为中间因素 CentralPosition的值应该是1 前面的发音是0 后面的发音是2 我们也可以通过DrawTray这个命令 把角色数画出来 整个结束数画出来是非常大的 这里只截取了一部分 从图片上可以看到 Silence是一个子节点 下面对应着5个节点 对应着0 1 2 3 4 因素A1 有3个节点 对应着5 6 7 至于我们前面说到的静音因素的银马可复模型有5个状态 其他因素有3个状态是一一对应的 关于log 我们前面在提取特征阶段有介绍过log Karty的log机制非常全面 90%以上的错误 我们都可以从log上查看问题字所在 然后把问题再往上搜索一下 就可以找到答案 上面这三个log 第一个log是模型初始化时产生的log 第二个是在做FST的时候产生的log 第三个log是做对齐的时候产生的 log里面最前面是命令 后面是具体的执行过程 如果在最开始的时候命令就出现错误了 那就说明输入的参数或者输入输出有问题 如果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 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位到具体的位置 哪个音频出现了错误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音频拿出来听一下 或者是用socks查看一下音频的信息 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 单因素模型训练好之后 我们就使用单因素模型对训练数据进行对齐 这就是训练的第二步 Alignment Alignment的输入是一个MFCC特征 第二个是上一步我们训练的单因素模型 输出就是对齐的信息 同样的方法 我们还是使用align to phone这个命令 打印出来对齐的信息 然后我们跟训练mono时的对齐信息 对比一下 发现其对齐结果是一样的 这也可能说明单因素模型的对齐能力 只能是这样了 需要换新的算法来提高模型的对齐能力 然后我们最后对比一下 traceB这个对齐的信息 与单因素模型的对齐信息的差异 从时间点上看有细微的变化 比如进行因素的持续时长 从单因素的0.87到trace的0.86 然后我们使用softs命令 就可以把对应的字采写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听一下对的齐不齐 关于前面的GMM训练部分就到这里 下节课有哈工大的实影博士 给大家讲解神经网络的训练部分 本集课先到这里 再见